零一聪明 聪明的人创业成功几率更高,这一直是我的认知。 在发现创业成功案例后,小师妹也会有意无意地说,哇,这个人真聪明,他怎么就想出这样的点子呢? 聪明的人要对抗整个世界,有一次和刘琴聊天,聊到一个项目,他说早期就不太看好,为什么?因为这个创始人太聪明了,什么意思?太聪明也不对吗?聪是听力好,明是失力好,太聪明,每天都能看到各种机遇,想到各种激动人心的模式。 太聪明的人,非常容易失交,非常容易患得患失,而创业呢?是把一件事坚持做到机制,一定程度的傻,有助于这种坚持。 其实,可以看到全世界,听到全世界,有时是一种惩罚,太聪明的人,需要对抗全世界。 零二无利有人说,创业可以打破阶层壁垒,让自己快速增加财富。 所以创业的人群一茶一茶地涌出,小师妹也经常在生活中,发现一些感到不爽的痛点,想着若自己创立家公司,一定要解决这个问题。 创业,要避免有心无力。 有位同学说,我发现,居然没有一个把所有建材统一在一起的平台,太乱了,于是,他就创业了,可是,他不但没能统一市场,还因为他的加入,用户更加眼花缭乱,市场变得更乱了。 突然他明白,原来市场这么分散,就是因为想统一的人太多。 有位同学说,我发现,我到现在都找不到一瓶好喝的啤酒,是时候改变了,于是,他就创业了,可是,他不但没能做出最好喝的啤酒,还被用户列为最难喝的之一。 突然他明白,原来啤酒那么难喝,就是因为每个人都觉得只有自己的口味最好喝,我们常常觉得自己发现一个问题,为此兴奋不已,我们是应该兴奋。 但是,发现问题不是创业的原因,发现解决问题的办法才是,否则,你会有心无力。 03新尝试面对目前千奇百怪的零售新尝试,抱着存在极合理的态度,却从没有研究为什么会出现这些新尝试,科技让以前不合理的流量变得合理。 昨天在无声的造物学课堂,给新务众们讲解新零售,提到很多看似奇怪的尝试,背后的逻辑。 比如,在专车,出租车后走卖零食,为什么现在能卖,为什么过去不能卖,未来是不是真能赚钱。 过去在出租车后面卖零食,乘客真想买,司机可能会停下车,收了钱再开。 为什么,万一你下车了,说,哎哟,我没带够钱,那我怎么办,就算乘客付了钱,回到公司,司机有可能说,哎呀,我没收到钱,那些乘客太坏了,拿了东西不给钱,一部分司机也可能会有道德风险。 这些,都是从出租车后坐获得流量的成本,过去,这种流量,用来卖零食,太不经济了,但是今天,用APP约车了,谁什么时候在车上,非常清楚,拿东西,不付钱的概率下降了。 另外,二雷马支付了,钱直接给到公司,司机的道德风险排除了,因此,专车后排的流量的成本就降低了,可能会变成对零食来说, 一个有效的流量,所以,为什么你看到那么多千奇百怪的尝试,因为科技,让那些以前不经济,不合理的流量,有机会变得经济,变得合理了。 零次转型这几年最火的一个话题,是传统企业的转型问题,很多在已经经营很多年的公司的朋友聚会时,都会痛陈公司业务上的保守,以及要做点创新遇到的车肘, 这到底是企业的问题还是个人的问题呢?你只是跳不出你自己在杭州博商学院,一位学员问了一个问题,说我们这个行业最近挑战很大,应该怎么转型? 我问,如果你今天离世去创业,以你这么多年的经验,你会做什么?他滔滔不绝说了很多,我说这么做行业效率会提高吗?消费者会互益吗?他一一回答了问题,然后我说,那你为什么不在今天的公司这么做? 其实你已经知道怎么转型了,Intel曾经是做内存的,随着日本、韩国廉价内存的崛起,美国的内存根本没办法跟他们比,Intel的CEO格鲁夫问了自己一个问题,如果我被董事会干掉了,坏了一位新CEO上台,他会怎么来做? 他会毫不犹豫地放弃内存业务,格鲁夫想,那我都知道这个结果了,为什么还要等新CEO来干呢?我为什么不现在就干?于是,Intel开启了CPU的新征程,如果你跳出今天的自己,你会怎么做自己?你其实已经想得很清楚了,你只是跳不出自己,沉溺于舒适区的人,会感到非常惬意舒服,觉察不到任何真正的压力,没有危机感, 甚至产生自我麻痹感,所以小师妹觉得处在舒适区的是懒惰、松懈、倦怠的人,自己每天忙得飞起,肯定不是,不要忙到以为自己在进步什么是舒适区,大部分人的舒适区,不是躺在海边无所事事,而是忙到没有时间思考,这个舒适区更危险,因为你都意识不到自己在舒适区,你以为自己在进步, Fiend创投家已经与IDG,软银中国,红杉资本,赛富基金,军联资本,陈兴资本,经卫中国,今日资本,联创永轩,联创策员,凯鹏华影,达陈创投,纪元资本,戈壁投资,海纳亚洲,赛伯乐,浙商创投,东方恢复,联想之星,平安创投,中兴合创, 汉里资本,中路资本,优势资本,景临投资,红点创投,龙腾资本,五月资本,高捷资本,蓝池创投,光速安镇,一达资本,梅花天使基金,盛大资本,新晋创投,麦腾创投,长洲创业投资集团等,近百家知名投资机构,以千余名专业投资人建立合作, 我们只选择知名且规范的投资机构和投资人,潜心为创业者提供商业模式梳理,项目定位,市场推广,融资对接等顾问服务,微信联系,Expert加好友请务必注明,新明城市项目职务,以便高效沟通项目商业计划书,递交,bp at vcpr.cn